2001年 新千禧年正要开始 第一个十年充满了骇人听闻的历史事件 震惊全球的恐怖攻击911事件 永远烙印在人们的心中 没有人会忘记这个日子 一架飞机冲撞纽约的世界贸易大楼 那是一架大型喷射机 我们起初看它侧一边 还以为它想要闪过世贸大楼 不然却蹦一声从正中央撞上去 在纽约市 两架遭到劫持的飞机 冲撞双子星世贸大楼 造成将近3000人死亡 那一天成为21世纪第一个十年 挥之不去的黑暗阴影 在全球掀起轩然大波 突然间 我们必须睁亮眼睛 正视那股仇恨 911事件颇使美国改变 看待世界的方式 也重新认识别人对美国的观感 两架飞机冲撞双子星之后 全球每个城市大受打击 如果纽约市中心会发生这种惨剧 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发生 人们因此陷入极度的恐慌 911事件至今四年了 全世界依然保持高度安全警戒 巴厘岛和马德里爆发恐怖攻击 可见恐怖分子不仅有能力 也可能攻击世界任何地方 2005年7月6日 全球焦点都放在英国伦敦 伦敦市民正在等待奥运城市候选结果 2012年奥运确定由伦敦市主办 正当伦敦大肆庆祝之时 殊不知欢欣鼓舞 即将被最黑暗的低潮所取代 我们从美通社获得最新消息 六浦街车站外 也就是伦敦市的东边 霍报发生一起爆炸案 即使911事件发生至今已经14年 恐怖主义依然是全球的一大威胁 现在可怕的是 独行侠式的恐怖主义者 如今任何人都可能破坏 我们辛辛苦苦建立的安全防护墙 永远都有人想伤害我们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想过 只要揪出幕后主使者摧毁他们 就可以解决问题 我们就会很安全 但显然事实并非如此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